一包一包物資堆疊成山 送到民眾手上之前還要先消毒 Omicron疫情大爆發 全台灣確診率最高的地區 竟然在宜蘭南澳鄉 現在南澳鄉是非常的嚴重 大家都不能出去 可能在物資方面這一塊 可能就比較缺乏 眼前這位老師是南澳金揚村 少數沒確診的教職員 根據統計南澳鄉確診率高達25% 等於每四人就有一人染疫 遠遠超過人口密集的雙北市 為什麼偏鄉確診率如此高 村長分析 除了大家普遍家裡小 隔離空間不夠 衛生設備也不足 一人染疫往往全家跟著確診 此外快篩世紀不足 難以早早抓出確診隔離 加上一劑100塊 對於經濟條件不佳的居民來說 是一筆不少負擔 也因此導致確診黑數越來越多 除了快篩世紀不足 還有一群人是不敢篩 就怕影響家裡的經濟收入 而若是真的確診了就醫成本也很高 樓東到我們部落大概去黃映車大概這邊是 因為平常騎乘車大概1000多塊 哪一個會去 黃映車的部分的應該是要補貼一點 要偏向 看起來是花蓮這邊也越來越沒有停過 確診都沒有停過 很多的部落也都幾乎要停擺 本土確診數逐日下降 但病毒仍在部落肆虐 醫療據點少 交通不便 資訊落差 都讓原鄉遭遇史無前例的疫情衝擊